这个神奇的冬瓜传奇之真爱系列 提的这个两桶器 有一些两个人手牵手 很开心地离开家里 这段爱情故事实在太特别了 对啊 就是讲起来很浪漫 但是在身处在那个环境 风暴圈的人 完全大家都无法理解 就是在自己的老公 到底是发现什么事 那你当时你的感受是 要抓狂还是被他们深深地感动 其实那个时候是 是崩溃的 我提良心这样 对啊 因为前面几年都OK 但是当你这样的生活 你过了两年三年 就是那种常常大小争吵不断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环境下 你的负能量是很乖壮 就是很膨胀 你会受不了 你会觉得说 天哪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氛围 对啊 甚至那种 好像半夜吵架 凌晨两三点就把你从床上挖起来 然后老爸就跟你讲说 你三宽宽的 哪一三口 就是内衣内裤带着 我说要干嘛 我爸离开这个家 不住了这样 然后在电梯上面 我爸就会开始讲他的计划 明天我们就去租一个房子 然后我赶快把这个家里搬走 我们不要再跟这个女人住了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 哦 好 好 然后我就 就是你知道小朋友吗 就在五年 五六年 就很认真在记这件事情 然后等到放学的时候 隔天放学 我就跟我爸说 爸 那我就先回去整理 把东西带到公司这边来 然后我爸就是 他就 这个喝的茶 不用了 不用去了 哦 结束了是吗 哦 好 好 那Pattern你还没有抓到啊 就是那个时候 就还有点状况外这样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有一个公司 然后那时候 就是有租了一个房子 在家 在巷头跟巷尾 那因为最早我小时候 就是家跟公司在一起 是后来就是我爸租了房子 我们才有两个地方可以跑 然后每次呢 就是吵完假 然后我就要回公司睡 然后很好了 我也要回去 然后这一来一往之间 大概隔了半年 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 就是也是一样半夜 然后我爸就 又开始又讲他的 很多计划这样子 然后我在电梯里面 我就回我爸去 我说爸 我不管你后面做什么决定 我先说好 我不会再回来了 就是我不会再回来这个家 就是我就 以后我就住在这个公司 你跟杨小姐怎么样我不管 就是那是你们大人的事情 你先做决定了 对 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 再陷在你那个里面 我也不想就继续 我跟你们玩了 就是你们慢慢玩 你们两个玩了 我也不干涉你们好或不好 我觉得那无所谓 那我 但是我最起码 我希望我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然后那个时候 我爸就沉默不语 他就什么话也没讲 因为他可能自己也知道 他的问题蛮大的 对 所以他也就 默默地接受我的这个决定 可是这个决定却导致了 我跟杨小姐在后面 那种剑拔弩张的关系 因为杨小姐他后来得知这件事情 他觉得是我在宠中作梗 造成我爸的为难 就是我刻意出了一个三 就是一个习题 一个很难解的习题给我爸 然后是不是也因为这样 我间接在破坏我爸跟杨小姐之间的关系 跟感情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对我的态度就180度转变 他就对我比较 不是那么友善 后来你跟这位杨小姐 有修复关系吗 还是你爸爸有用什么方法 其实 其实诚实地讲 其实到他离开 我没有在他有意识的时候 跟他和解 对 这是我的一个遗憾 我最后是因为 我后来我长大了 因为我在我国中那一段 是我最 没有办法忍受 因为我那时候青春期 然后再加上说 家里还是那个状况 所以我曾经跟自己 许下一个诺言 就是当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一定会立刻离开这个家 我完全不认同这个家的环境 所以当我后来 我真的成年的时候 我就二话不说 我就曾经就离开家里 然后我也 我头也不回了 我爸不管怎么劝我 我都不愿意回去 我就觉得 那是你跟杨小姐的事情 我不管了 你们要怎么样 那都是你们的事情 对 然后直到后来 离家一段时间之后 我爸有一天 他打电话给我 然后他就说杨小姐走了 然后我那时候 我整个 我被吓到了 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走了是 就是离开 他来患那个乳癌 离开人间了 他就离开了 他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我爸就说 杨小姐他离开了 你要不要回来送他一段 然后我知道那时候 是我爸最脆弱的时候 所以我当时我就赶快回到家里 然后当我打开 就是我按了门铃 然后我爸接门把门打开 我看到一个 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画面 我爸满脸的烙腮糊 受了一大圈很憔悴 然后他也没有多讲什么 他只是带着我 然后进去他们的卧房 杨小姐躺在床上 然后用着高压痒 就是高压痒 他照着他会一直有一种 的那种状态 可是杨小姐已经走了 她已经走了 她是透过那个机器在维持 她的那个好像 还在活着 还在呼吸的那个脉动 我爸还是舍不得把那个高压痒 拿下来 OK 然后我爸就趴在那个床边 就这样看着他的大体 然后就陪着他 就这样 他还是舍不得放手 对 然后在那一刻的时候 你才意识到说 原来这一对夫妻 他们是真心相爱 而且他们爱得很浓烈 只是那个爱我们外人 完全无法理解 然后在那一刻的时候 你会被这个东西感动 然后到最后的最后 因为杨小姐 她是隔天就火化 她看了一个很早的时辰 隔天就火化 那包含洗澡 包含穿衣服 包含这些 都是我爸自己亲手下去用 然后用完之后 我们就在家里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听观室 我们就在那边等时辰 等隔天中午的五十十一点 然后要火化 然后过程当中 我爸一句话也都没讲 就这样静静地陪着他 对 然后直到隔天五十 时间到了 我爸还是停在那边不动 动也不动 照理说他是一个 很讲究时间的人 他是一个很懂计算的人 他什么都没有动作 他继续等着 然后所有员工 然后帮他我们 就大家就这样讲说 怎么办 时辰到了 如果再不出发的话 会耽误时辰 然后终于有一个支撑的员工 他就鼓起了勇气 就过去 讲说 诶 等会 时间到了 我们再出环了 接下来那一幕 就我爸整个崩溃大哭 然后他就抱着 他说为什么这么快 为什么时间这么快 为什么不能再多一下下 为什么不行 然后在那一刻的时候 你就 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我们以前都是用那种 很幼稚的小朋友的观点 去看大人的爱 但才蛮讲我们看不明白 然后 起和柔情 他们之间的那个爱情 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你太难理解了 而且到了我 我那个时候 我只是被这件事情感动 但是我还没有办法真的理解 然后是到了我这几年 我自己 因为我接了 因为我爸爸过世 我也接了他的公司 然后我体验了那种 当老板 为了筹钱的不容易 然后经营的困难等等的 然后甚至我还会 为了一些工作事情 跟我现在的伴侣偶尔会有一些 口角的争执 然后当这件事情突然 你就回想到以前的那一幕 你就会觉得说 天哪 就是你突然搞明白了 就是大人其实有很多 他们的无奈 大人也有他们 他们自己的功课的课题 可是我们以前不明白 你看像我们这种 比较威为如雅 我跟我的伴侣 都常为了我公司的事情 会有摩擦 更何况是我爸那种硬脾气 他那种江湖的中人 他的那种个性 是不容许你在那边 跟他睡睡念的 但是杨小姐为了爱他 他为了知道说 我不能让你继续 又把那个坏习惯留着 我要改变你 而用这样的付出 用这样的方式 直到那一刻你才明白 因为你 你就知道 我爸是个很难搞 很难搞的人 所以他必须要付出 多大的努力 才有办法做到这一切 然后直到那一刻 有一天我终于明白 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很惭愧 就是 回想我那个拿香 希望老天爷让他消失的那件事情 我就会觉得说 天哪我好幼稚 然后 因为我讲了 我没有在他 有意识的时候 跟他和解 所以也许也借这个机会 我其实也想 如果也许他听得到的话吧 就是 也想跟他说真对不起 对啊 就是 就是觉得那个时候 用了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式 去处理那个关系 可是 如今我觉得 我都能明白 对啊 你终于太明白了 对啊 所以 也谢谢他 因为 如果没有他 东瓜绝对不会是 后来大家所认识的那个样子 然后 我们也不会 有如今这样子 大家对我们 比较正面的肯定 对啊 所以 一切都是因为有这样子 所以 很谢谢他 你觉得他是牺牲了他自己 来改变你爸爸 绝对是 因为他 他的家境很好 他有 他也长得很漂亮 就是有看过他照片都知道 他非常漂亮 嗯 然后他的 他的能力很好 他的家世背景也不错 嗯 照理说他有太多 可以让他去选择的 可是他就是死心大地的 就是要跟着我吧 这么难搞 汽油桶都提出来了 还是什么都离开 哈哈哈哈 对啊 就是 对就是 对啊 不离不弃到最后一秒钟 没错 嗯 你后来 在处理他们后事的时候 嗯 你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哦 对 嗯 太有趣了 就是 嗯 嗯 因为杨小姐的过世 对我爸爸来讲是很大的打击嘛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不忍心 要他去处理一些后事的部分 就 我就请爸爸帮我 就写个委托书 然后我就帮他去办一些储物啊 什么的 然后去护贞机关把那个储户的证明 把它办出来的时候 就哇 一般就是简单 一季也两页 他们大概三页 就说哦 怎么满满那么多页 就开始翻 然后就看到他们的那个记录 这对福奇他们创造了一个很难得的记录 就是他们这辈子短短的八年中 离了四次婚 结了五次婚 哦 my god 就是那个结离结离的那个过程当中 虽然这是一个文字 那个还白纸黑是那种很平序的那个记录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不难想象在背后充满了满满的故事 嗯 对啊 甚至我后来就是 那什么样的心情一次结一次离啊 就很多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刚好那个帮我在办护贞机关的那个小姐 就是他 他超手的最后一次 帮这对夫妻办结婚的手续 然后我就跟他刚好聊到这一段 然后他就说因为 他生病的后期 是没有婚姻关系的 可是杨小姐他始终还是希望说 可以在他离开的时候 他希望东 他是希望是以郭东修 东瓜的太太这个名义 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他在重症的时候 他特别请护贞机关 然后到医院 然后就是在就是合法的见证下 然后最后成为最后一次的 我爸爸也愿意 我爸也愿意 我爸也愿意 对啊 就是希望 让他是用东瓜的太太离开这个世界 这样 哇 我都快 真的都快哭了 我觉得好感动 好感动 对我觉得这看起来好像是互相折磨 其实是用互相用生命相许的一个 很深刻很深刻的爱情 是 你现在对他的心情跟以前截然不同 完全不同 反而你现在会准备很多他喜欢着好吃的 嗯 在祭拜的时候拿去给他 我 我爸过世的时候 我把他们两夫妻葬在一起 对 对 然后 因为我在他生前其实都没有叫他一次妈妈 从来没有叫过 从来没有 对 那可是因为我那时候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觉得 其实他们在我心中其实就真的就是一对夫妻 所以我觉得没有不合葬在一起的理由 对 然后 所以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就 因为上面墓就刻我爸跟他的名字嘛 嗯 对 所以当我记得 第二次小墓 我带着我爸吃的 我也不忘记 不忘记带那个 杨妈妈喜欢吃的 他喜欢吃那个麦当劳 跟他喜欢一个破书包 嗯 然后我就 带着这个东西去 然后我去祭拜的时候我就说 爸妈 这是给你们的 嗯 对啊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 我现在就唯一能为他做的 嗯 对啊 也谢谢他 嗯 对啊 一不完你最后终于是明白了 对啊 我觉得其实 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重属家庭啊 我们刚刚讲幸福或不幸福 其实我觉得 幸福看你怎么努力 但是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磨合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观点的不同 对 其实是需要花时间多沟通观察 因为彼此很多的委屈 我相信当时我爸跟杨妈妈他们的委屈 其实很多他们也没有办法让我明白 因为小朋友嘛 我们能懂得也有限 你现在回想他是不是当时也尝试要跟你沟通 其实我相信有 只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讲这些事情 因为讲难听一点他们大人机都搞不太定了 他光搞你爸就搞得筋疲力 对 是啊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也很辛苦 那说真的 我常常像我身边现在有一些可能他们也历经离婚啊或什么 他们也会问我一些身为继子继女的心情 他会说如果我离婚了我小孩子会不会不原谅我或什么的 然后我都会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就会跟他讲说不原谅那是一定的 可是你要相信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就是你没有办法指望这件事情很快可以得到解答 但是你会相信时间 因为孩子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面临他们感情 婚姻工作的问题 他们真的往往只能到了那一刻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体会你们当时的感受 这讲再多都没有 就是只能让时间去治愈这一切 就好好的过下去 时间到了就会感觉到那个爱的重量 对啊他们自然而然 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 因为也是我这几年历经了感情的起起伏伏 有失败的经验有什么的 然后我才会发现原来要维持一个好的婚姻关系 感情关系是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你现在回头来看你家的这个重组家庭 你觉得是幸福的吗 我不敢讲啊 我自己的立场我不敢讲 但是我相信我爸跟杨妈妈他们 他们绝对是幸福的 绝对是幸福的 对啊 找不到这么相爱的人 是啊